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荣江 机动市长谢国良争议越演越烈 昨天绿营议员张志豪在议会 送咽尿杯给谢国良 提醒市长捍卫没有吸毒的清白 这个举动引来蓝营群情激愤 全党上下几乎都到谢国良的脸书留言声援 痛骂绿营人身攻击 问证不理性要求道歉 但是谢国良昨天才骂林又昌邪恶又贪婪 之前还影射贪窝 那这是不是人身攻击呢 更夸张的是 谢国良以及国民党 要对绿营议员发动全面的罢免 包含议长同资位 传出谢国良叫自家二姓企业的员工 去联署罢免 一个员工还要带四个 而且是经理要求 绿营痛批 谢国良藐视监督制衡 简直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那谢国良经不起监督 索性发动全面罢免 在野议员包含议长 这恐怕是台湾民主化以来 少见的民选市长 敢如此的阿霸跟嚣张 仗着有钱有势 要全面开战吗 那对照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现在要推藐视国会罪 这是极其讽刺 谢国良不仅藐视议会 不高兴就罢免你 那蓝营的立委还想扩权 要总统来立法院一问一答 要这个调阅权等等 那这就是蓝白拿到权力之后的傲慢吗 另外新竹市长高航安 三月份开始密集出庭 今天出庭刊宴征讯光碟 那这样还怎么当新竹市长呢 以及客问者N加1 拼增加议员的席次 现任14席炸锅反弹 最新局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卓冠廷 仲强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员柯玉安 仲强好大家好 还有政学教授范世平 仲强好大家好 再是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志豪 大家好 还有在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之前大家好 资人倍田邱明玉 仲强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许青黄 仲强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谢国良 动员二姓员工联署罢免 绿营议长 传出基隆市长谢国良 动用二姓家族企业 要求底下的员工 针对绿营议员 发起联署罢免行动 绿营召开记者会 公布吹哨者录音党 基隆东按商场争议 市长谢国良说法前后矛盾 如今却疑似对民进党 及议长佟子伟 议员郑文提和张志豪等人 巴动罢免 让民进党议会党团 忍无可忍 我也认为 对他提出相关联署的团体 应该要冷静 并立即停止 这个事情的起因 是因为党团气愤 谢国良即将要被罢免 同志委澄清 根本没有民进党工 发起联署罢免谢国良 一头热的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 却又火上加油 加码针对绿营议员陈怡 张浩瀚共五名议员 发起联署罢免 谢国良才说要以和为贵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却又动作频频 难道是两面手法叫人 不联想也难 基隆市府会关系 现在是剑拔弩张 昨天绿营议员 不过是送一个夜尿杯 给谢国良自清 谢国良就这么的生气 生气到现在 蓝营全党上下都力挺 说这是人身攻击 今天更让外界惊讶的是 谢国良要发动 罢免绿营议长 我们看到 刚刚的VCR就已经显示出 吹哨者就说 二姓总社 要各分行的主管开会 要求二姓企业的员工 要交出四个名单 一个要带四个 要去罢免同职为议长 还有民进党籍的地方议员 来先讲名誉 这个市长可以指使 自家的企业员工 去做连署的工作吗 当然不行啊 这个是政治核爆弹 这个很少听到 不敢说是史上 但是至少很少听到 有市长带头 去罢免议长的 那我先讲 这个当然是吹哨者 出来的爆料 而且这个是公开的 那当然是为了保护 这个吹哨者 所以改用变音 但是你看 他的这个吹哨者的爆料 是人事实地 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跟完整 他直接讲就是在昨天 二姓的总社呢 就邀及各分行的主管 你到这个总社来开会 然后竟然要求呢 每一个员工在周五哦 周五就要交出四个名单 这个礼拜五就对了 对对对 这个非常的感到 而且不能代签 不能代签 要清签就对了 要清签 因为我先看了 这个今天这个 连这个东西都出来了 连署书都有了 对 这个是基隆市第三选区 仁爱区 市议员同职为 罢免案的提议人名册 你看名册都做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身份证 要有姓名 而且你还有住职什么的 还有签名或盖章 所以这个不能代签 因为这个连署书 你还是要送交中选会 好那回过头来 我要先讲第一个 为什么不行 拜托谢国良 二姓虽然是你们家族企业 但是他的员工 不是你们国民党党工 好吗 就是因为你这个就是人家没送 人家只是来你二姓上班 虎口赚钱 现在上班都已经那么辛苦了 还要搞到下班 还要帮你连署 还要去找四个人 所以这一定有人就没送 所以才会出来爆料 好那我再回过头来讲 就说那为什么 这个谢国良要这样子干 因为你知道这个仁爱区 仁爱区他同职委 其实他有个郑文庭 他这次不只同职委 他还有郑文庭跟张芝豪 三个议员 但是他为什么特别选仁爱区 同职委跟郑文庭 因为仁爱区就是二姓的大本营 就是二姓大本营 所以等于说 你知道二姓 在这个基隆当地 是非常有名的信和社 尤其很多人 这个有房贷 有房贷 都会找这个二姓来借贷 所以他就看准了这一块 所以他就就是这样子干 那我要讲的是说 那员工也很倒霉 照理说 他们应该做的是 所谓的银行业务 对啊 因为我现在还要去帮忙 这个所谓的 做这种政治联署 对 要去帮免议长 所以我就说 就是有人就没送 所以他就觉得说 天哪 我是来你二姓上班的 我是做我银行的业务 对我为什么要去帮你做这个吗 那我必须讲 其实就我了解 谢国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谢国良当时在这个 选上一次选市长的时候 他就已经搞过一次 他上一次呢 也是要求二姓的员工呢 要帮他一个拉十个 你去拉你十个的亲戚 就说你要去支持谢国良 要支持他选这个市长 那当然啦 就说 因为这是罢免 你要清签嘛 你要清签 这要算KPI业绩的啦 这要算KPI 为什么 因为他上次选市长 他就这样干 那我必须要讲的是说 月选市长你说 你去要求一个人拉十票 你要去支持谢国良 而且就我了解 为什么我知道有KPI吗 因为他会把你拉的这个名单啊 拉的名单你要写出来 比如说我拉了谁 比如我拉了仲将 我拉了林涛什么什么的 你交这个名单之后呢 他的这个主管 会打电话回查 我打电话给仲将说 邱小玉是不是有拉 你要支持谢国良 确认这个连署为真就对了 他上次是选举 选举的时候支持谢国良 他是这样子干的 他还要一个一个打电话回查 譬如说打给仲将 邱小玉是不是有要求你去支持谢国良 你如果说没有的话 他会回去长说 你为什么没有 你不是拉了仲将吗 他会回查 上次选举就这样 就这样子干了 要罢免应该也是这样子 他这次就是变本加厉嘛 因为你这不能代签嘛 所以这个要清签嘛 所以他同样都是这样子干 就是他会算KPI的 而且他是以年终奖金考核有关的 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干的话 他上次选举就是这样 有人没做嘛 就是我跟你讲的 他就是有人去回查 发现说你这个是随便写十个名单 我十个交上去 就想说这个要做数 没想到他还回查打电话去 所以就是被人家定 就你的考基受到影响 所以他这一次罢免 更明目张胆的这样子干 所以还是引发催哨者的不满 对就是很不可思议嘛 那我就要讲啦 就是说你看起来 这次谢国良是铁了心的 他这次升高成绩到罢免议长 他上次其实的那个名单还没有到议长 他这次连议长都要罢免 同志伟嘛 看起来他就是要采焦土对决 他就是要 我就是跟你政治对决 我就是跟你全面开战了啦 因为你议长是全面升高的嘛 那可是说实在 人家现在是基隆民间 要去罢免这个谢国良 又不是绿营发动的 对他为什么 他就是现在要搞政治对决 他认为说政治对决 就我了解 他的幕僚 就是如果就是升高政治对决的话 他评估对他有利啦 可是我觉得他的政治幕僚评估 判断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要搞政治对决 谢国良的满意度是 不满意度是节节上升 已经来到了四成多 你看我随便讲 我举例 他现在满意度什么不高 比如说你那个义后 义后说什么 要发一万元的这个抚慰金 也没有嘛 对不对 跳票 也跳票 然后再加上你 不要再讲说 我们最近在厂的那个东岸广场 这件事情争议这么大 你连这个基隆 我们最近的好论基隆转运站 他只差一趴 还没有一趴就可以验收了 然后他到现在已经上任了一年多 他就是不让他完工 不让他这个新兴的这个转运站可以动用 所以我是说 谢国良 你现在这么多的争议 大家不满 你已经到了快喉咙了 你还搞政治对决 谢国良对自己太有自信了 我认为是他的 觉得基隆的票一定都是他的 所以我认为他的政治幕僚 是绝对是误判 谢国良的这个自家产业 二姓的员工出面爆料说 主管要求他们要一个带四个 要去这个罢免绿营的议长跟议员 要请教这个志豪议员 就你的了解 这个是你昨天的那个 咽尿杯 激怒了这个谢国良的结果吗 当然不是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 他们在基层 开始发送 或者是成立他们的这个联署站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 因为其实是这样 因为在这个东汉这个事情 发生爆发了之后 陆陆续续开始有些公民的团体 想要去罢免谢国良市长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是 以往他们应该组织最绵密 这个能力最强 但是他们的资讯 其实是有很严重的误差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刚才国民党的主委 在开记者会 还是说 就是因为民进党要罢免我们 所有人们会罢免他 可是问题在于说 民进党至今而止 没有任何一个党籍的议员 或是党工或是志工 或是任何跟民进党相关的人 有去参与 甚至去连谈 我们尽量的不谈 这个罢免的事情 就是因为 我们自己 对我们来说 我们责任就是 两年后大选把你选下来 这个光是为这件事 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累翻了 我们哪还有 就是如果要做这种罢免的 这个事情 这认真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耗费心力 很耗费金钱 很耗费大家的这个力量 所以那个国民党 去发动罢免这个绿营 包括议长 同志委 还有议员 显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 没错 因为那个二星的员工 会出来讲 是代表他们已经 做了一段时间了吗 对对对 而且呢 就是说 正因为这样 所以谢国阳市长 昨天 这个在我送给他 这个检验杯之后 他就 他们整个 其实当下 其实当下 谢国阳市长 他虽然有动怒 但他很快 就把自己的 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 他丢完了 他就发现 自己犯大错了 因为正在直播 全民都在看 谢市长当场失态 所以说 完了 现在这个失态的画面出去了 要是 人家去解释成 他又失态了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赶紧又在 这个微微就造一番 又再开始讲说 什么人身攻击 什么有的没的 说真的 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 就是谢国阳市长 自己解读错误 开始的嘛 划错重点开始的嘛 没有人指控他什么 他自己 你觉得不能做 我吸毒 要不然的话 我要去自清 所以我才问嘛 那你之前就 市政的议题不讨论 你在那边讲自清 那天他讲自清的记者会 原本人家以为他要讲产权 结果他不讲产权 讲说他没吸毒 然后他要去自清 所以我就说了 好那过了11天 那你自清了没 如果还没自清 跟你准备一个简体 这个杯子跟你去用 其实说真的 这只是一个 诙谐的一个小时间 在我们整体的 整个问证过程中 完全是 占一个很小的部分 这好因为那个爆料的 这个吹哨者 二姓员工 那个录音是怎么来的 是他们看不下去 然后透过你们绿营 去反映出来的吗 没错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 第二信用合作 第二信用合作社 里面的一个吹哨者 其实今天我们在记者会里面 所公布的这个录音 其实还有相当多的其他部分 但是因为其他部分 已经会涉及他 他个人的资料了 所以我们就不能再播放太多 而且我们声音有变异过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二姓一直以来 在谢国良有在重振的过程中 二姓的员工 二姓除了这个信用合作社以外 他们还有学校 所以说还有一些 其他相关的企业的集团 但是因为二姓是在 全部都在基隆的 像西国良一些其他的事业体 就可能遍布其他的县市 但是在基隆就是二姓最大 那二姓里面的员工 长年以来其实都是被动员的 不论是选举的时候造势 然后要去当总录的人等等 冲场面什么 谢国良选前就有了吗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他从事十几年来都是如此 他的爸爸 从他爸爸以来就这样了 谢家一直都是如此 那这一次是说 那些二姓员工说的 是经理要求他们这么做的 没错 他们要求每一个员工回去 要带四个连署人回来 就是完整的个人亲真正的个资 那这员工当然受不了了 你以往叫我们去当当当这个冲冲场面 去照照式摇摇旗 也就算了 叫我们动员打电话给以前的学生校友 有人毕业十几年了 还是一直接到老师的电话 说记得要投给谢国良 没关系 这样都算了 这一次竟然是要大家缴个资出来 缴个资出来要帮你干嘛 要帮你背书一个政治的清算 这件事情才让这个员工真的是受不了 觉得我为什么要没事 要为了这些事情 要付出不是只有我自己 连我家里的妈妈 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我全部都得送 每一个人得交出四个 完整的连署单出来 所以他们受不了 那二姓员工有多少 包括还有其他的产业 那加起来在基隆的影响力 那很惊人是不是 相当的惊人 二姓在二姓基隆合作社 应该算是我们基隆的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那 他员工就多少了 他员工 我绝对上千 绝对上千 那再加上也要有校友 就是每一届 二姓有中学 现在还有小学 那国中高中部都有 所以加在一起 就连我们上一届的议会 我记得还都有一个报道说 我们基隆四亿元里面 至少有四到五个都是二姓的校友 包括现在的 我记得议长 他们要罢免的这个议长 他好像以前也是无二姓的 那他等于说仗着自己在基隆票多就对了 现在是要威胁同志委 还有你们这些议员 基本上二姓在基隆就是家大业大 地方势力盘踞的中心 但今天竟然用这个东西来做这个政治清算 而且你做政治清算 你要去政治的动员追杀也就算了 你竟然念头动到了要罢免议长的头上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 国梁跟同志委有什么恩怨吗 没有 前两天我们在议会里面 有点像是 算是闹得蛮激烈的时候 市长一度还逃离开他市长的位置 逃到了议长的位置旁边 让议长护着他 就议长保护着市长 让他不要受到这个时候 大家拿着扛棒这样的骂来骂去的声让 虽然市长离开市长位置是不对 但是议长是在及时的时刻 保护的市长就算这样 市长竟然我完全无视行政跟立法之间 相互制衡的这一个基本的宪政观念 现在直接要行政权力 要来动到立法权的头上 这个很像是马英九当年的马王政争那样 总统念头打到了立法院长的头上 同志委怎么变首当其冲 因为照理说他昨天的那个才是 其实是非常的公正 他说如果说这个有任何的争议 这个相关始末如果有不法 就移送检掉 这不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才势吗 这样子国民党或谢国良就受不了吗 就要让这个同志委 成为第一个被罢免的对象吗 因为其实国民党自己也评估了过了 其实现在谢国良的盘势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乐观 而且他们也知道 清楚的知道 这个罢免的行动是来自于公民的行动 所以说网路上有一个在发动嘛 你说谁都挡不了 你就把它想象成 没有到大选日那一天 大家不知道原来 这个投给柯文哲的年轻选民有这么多 因为他们平常 并没有在你们平常的组织票里面 会看得到的人 现在的这个 在罢免谢国良的声浪 就是这种状况 是一个 你大概知道很强 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判断 他到底有多强的这种状况 也因为这样 他们现在就开始锁定几个未来的假想敌 那首当其冲的就是童志伟议长 因为童志伟议长 他自己本身家族在基隆的关系也算深厚 那议长平日这个做人 他最具代表性就对了 对相当具代表性 所以说他们已经直接把童志伟议长 当作是他们的首要 下一次市长宝座的假想敌了 那议长当然是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个事情 不过我们自己在地的观察 都会感觉说 童志伟议长在我们民进党 在基隆里面来说 现在真的算是我们 大家都可以有据我们的这个仰望 有据我这样子的地位的一个 未来的可能的很有潜力的人 所以说自然是 谢国阳他们当然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就直接 现在先把几个目标锁定 反正 我就算没办法成功罢免你 我碎缺你的锐气也好 更何况因为我们在多席次的选区 所以议员要罢免其实相当容易 你进入到一个政治恶斗里面去 没完没了了 我们看到基隆二星的员工 也真的是很倒霉我在这边做事工作 应该做的一般就是所谓的银行业务 结果没想到竟然要被 包括经理这些主管 要求要去做这些罢免连署 所以我们看到吹哨者说 这个是你们国民党 基隆市党工该做的事 怎么叫企业员工去做这些事 来冠挺 现在这个吹哨者 内容都讲了 而且讲了据细米非常清楚 我直接预言 如果在接下来日子 谢国梁市长真的被罢免 那完全是他制造的 在今天以前我们民进党 并没有任何的行动 对于谢国梁最近以来 胡作非为要罢免他 可是他今天居然是 直接对着民进党团 加基隆市议会的大家长 议长直接宣战 这个讯息怎么出来的 昨天早上 基隆二姓召集所有的分行 他们总共有14个分行 主管开会 晚上的时候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接到吹哨者的爆料 打电话过去给他的助理 跟他据细米讲了 早上开了什么会 包含列龙讲到说 要求他们这个罢免联署单 一个员工要交四个名单 而且还明确的 在对话当中讲说 要指名道姓 要有法律效力 要有亲笔签名 要各支完整 直接下指导旗了 然后拿这些资料 之后要罢免这一些议员 想办法伸四个人头 来罢免这些人 议长加议员 我待会来讲 他为什么选择几个议员 但关键是 你这几个人接到电话之后 像张浩瀚议员 他接到这个爆料 员工是生气的 因为公司发布这样的命令 是不对的 你们在搞政治 你凭什么叫我银行的员工 要陪着你一起去搞这个事 首先第一个 恶性的主管机关是金管会 金管会你要告诉大家 你有义务 今天事情爆发了 台湾任何一个银行 金控单位 可以这样子直接大大的涉入 直接政治的对抗吗 不可能嘛 更何况这个恶性的家族 是谢国良他家族所拥有的 完全没有利益回避 完全直接指挥 再来第二个 为什么针对议长 而且为什么叫恶性员工 因为十四个分行 任何一个分行 假如一个员工带四个人 我跟大家报告 依照基隆市的选区的特性 最后会轻松达标 我来讲同志委议长的选区 仁爱区 第一阶段达成可以罢免连署 是一%的连署 依照公民数 仁爱区要达成一%的连署 要罢免同志委议长 只需要337张票 连署输 现在你看到柯文哲了吗 柯文哲没消息啦 全部都是谢国良 现在是谢国良很有戏 有戏啊 每天演 台北演 台北演 立法院演 国民党中央党部演 还找韩国瑜演 真的我真的觉得 每一个国民党的高层 他会被他蹭过一遍 所以我觉得谢国良现在是 乐此不疲啊